像我們兩個個性其實算蠻顛倒的 它比較好急一點 那我就是過緩 所以我們其實兩個的比氣是顛倒 那我覺得就是我比較容易焦慮 然後也比較急躁 然後焦慮起來或是壓力很大 我可能就會比較容易難控制情緒 可是它就是很能夠接觸我的負面情緒 然後很能去安撫我 然後讓我countdown下來這樣子 我覺得就是找一個人就是我希望是互補 那剛剛講個性其實是顛倒 但是雖然顛倒 但是我們就可以互相溝通 那溝通下面就可以互相成長 我覺得第一方面當然就是人家都說 找先生要找一個真的很疼你的 然後我覺得他真的很疼我 然後不管是我之前有生病 或是我情緒壓力比較大什麼 他都很能夠照顧我 然後這也是一方面我覺得他是對的人 然後另外一方面是我覺得他對我的 家人朋友也都很好 所以我覺得 還有就像他講的就是我們可以溝通 然後兩個人就是 三觀也蠻相近 然後我們的成長生活歷程也都蠻相近 所以基本上我們也算蠻有話聊 然後常常就是會有講不完的話 你喜歡我嗎 喜歡啊 那你愛我嗎 愛啊 那你是喜歡還是愛 嗯 我喜歡愛著你 我 思考的注视着你 我家思索 等待你拥抱我 我没想的我 遇见你后 平静的情绪已波动 就决定要照顾着你 我来珍惜 我喜欢爱着你 这不是陷阱提 多喜欢多爱着道理 让时间来证明 明星片里 小秘密 是我们定情的关键句 我多久都 喜欢在提起 我 难过的那时候 看过我的脆弱 都没褪色 看见我 这样被借助的光 想跟你走 有多久走多久 我陪你的我 这旅行中 往后有我牵着你走 就决心要保护着你 我承证明 我喜欢爱着你 这不是陷阱提 多喜欢多爱着你 多喜欢多爱着道理 要时间来证明 明星片里 小秘密 是我们定情的关键曲 我多久都 喜欢在提起 这不是陷阱提 好喜欢好爱 同胆机 没骗他没骗醒 明星片里 小秘密 是我们幸福的答案 取首千手 将到幸福结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